星期ai 阿板會上課,你要去阿板會上課 就要開始了 各位好玩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客 起立 走勒 各位請坐 各位陷阱 董心 大家平安 好 這個我講台灣歷史 寫了這個 一九四五年之後就不寫 因為那時候 我在李空空空年 李空空空年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寫 因為歷史就是蓋棺定論 人死去之後才有辦法人來討論 他會對得不對 但是李空空五年 我去美國 剛才有一個醫生 這是心理醫師 就是神經病的人要送去 他寫了一份之 叫做台灣人受虐性格的心理分析 因為這份看起來 買到我跟他討論 傳說好 來寫一份 喚起跟台灣人叫親的一份之 所以我寫一份之 叫做羅蕾 上一點前有 是說羅蕾由來 從印度三千多年前 北中人進來到印度之後 要怎麼找到少數 揪手的人要通敵大多數的 多到一百倍以上的人 就想到了總性制度 說人死後會更換 輪迴 輪迴 輪迴的時候 你如果這個小肝 做羅蕾的時候 你就乖乖做羅蕾 後四人幫你生一劑 我這個騙 騙三千年 印度人騙到五千歲 都黑人 印度有黑人 他這個黑跟非洲的黑人 稍微不一樣 但是是肉黑的 衛霞發展 現在就說人性 人性有什麼缺點 人要了解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缺點來對 那如果是 你自己覺得 我是這種人 你這樣就 把你黑漏 因為 一點就刺 最怕就是 我做羅蕾 我做得很放鬆 子圓要做羅蕾 我們現在看 這人性有盲點 盲從複合的行為 叫從蟲行為 什麼叫從蟲行為 就是說 大家都這樣做 我 大家 都要同行走 我要走三行 這樣不對 從蟲就說 我也一堆人走同行 好錯 在各種的試驗中 我們 用三分之一的人 其中 複合團體 複合團體 複合團體說 我要奉當駕 有三分之一的人 連想都沒想都 第一行 怎麼做 如果要變得了 這個答案 第一行 其中 約有四分之三的人 會盲從複合團體 不正確的答案一次 就是說 不對的答案 但是 因為廣告 因為宣傳 都是這樣說 你 會去迷惑 四分之三的人 會去迷惑 全 抵人這樣走 自己 去時刻 抵多 多數人 多數人的聲音 比較大 比較大 你就抵大聲的 走 這說起來 現在如果 複合團體說 什麼事情 大多數的人 對複合團體在走 只有少數的人 接著少數的人 差不多有30% 有三分之一 你跟複合團體說 複合團體說 我只是不信 也有三分之一的人 複合團體說 223% 跌 跌的走 不見 也跌地跌 一下 這一個斑馬 斑馬過去 就是從重行為 他斑馬 沒失誇 如果頭前那個 走到一一起 他跌走 走到一一起 這是從重行為 这一堂 第一个我从悬崖的电脑跳下去 说这样做先 第二个也就跳下去 第三个也就跳下去 这个就是盲从负荷 你有这样跳吗 要想看看 我们这样走到我们的人生 要注意 有多少人会接受从众行为 盲从负荷 他说气渐16个人的一个团体 你如果塞隆三四个 跟你的意见一致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趋势 注意喔 现在你投票的时候 我塞隆一堆 其实少数的人出来发言发言 你说这样对了 没有道理了 这就是 去用骗掉 但是自己还不知道 但是 但是喔 如果有二十五到三十三发生的人 没在自己制造 他自己有独立的思考 就有随随的消费进步 人性的表现 对自我评价越高的人 他的顺从复合性就越低 这就是说 我自己相信我自己的 你要叫我复合别人 那意愿就越低 那如果缺乏自信的人 接受摆布的心理就越高 这个报告中 我们女性 平男性 倾向从众 这句话说得很好 这就是 马英Q的 丁尾的 丁尾的原因 因为女性 感觉说 从众行为 我们这是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 让我们自己的眼睛看得看 你来台湾民间府受训 你回去要找这些东西 找这些东西就是说 我不接受人家摆布 怎么不接受人家摆布 我就是去摆布的东西 本来自己都不知道 现在 最终这句 就会给你换起 你自己主人的意识 了解这种众众行为之后 就会出现一票人 要达到某些目的 广告 政治宣传 让广大的群众 顺从走进盲从 所以 所以这个投票 要注意 要注意 你有没有跟着人家在走 设置自己的意识 西方文化 比较远离从众行为 西洋的文化 它赞成个人的主意比较多 所以 大部分的人 有自己的意识 从众行为就比较少 但是 当方刚才点作片 队人 队人死 队人这样 就是说 我在说清朝的历史的时候 但是 并不足就没有死 你要死什么 他看我隔壁你死什么 你死盆 我也要死盆 大家都死盆 所以 六 MIT 生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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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障 是生少领 的老三 那怎么会和 people 你這樣分析起來就是這個蟲蟲行為 這樣你就會跳出這個漩渦來對 一個安徒生這文字來對 童話有一個國王的心意 國王的心意是什麼 是一個彩虹師去跟國王說 我說我幫你做一個新衣 那些衣很漂亮 你看不到 我說好 你幫我做 做好 衣穿下去 其實沒有穿衣 像穿一個內褲和一個南領府 像過路地走 國王的心意 大部分的人說你穿這個衣很漂亮 其實沒有穿 但是一個小朋友說他就沒有穿 小朋友的心態 有時候也要注意 國王的心意就是 人無從重行為 所以我要騙你 就這樣來騙 在我們的社會 台灣的社會中 有明顯的 例子 有三聲的人 不信獨裁者的宣傳廣告 就是說我們 各自行各親的人有三聲 不信獨裁統治者的宣傳廣告 我現在問一句話 中華民國誰創立的 老蔣喔 不對 孫文也不對 袁世凱 他推翻滿清 他軍事政變 你想說什麼黃黃康七十二烈士 什麼武昌起義 跟國民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們的頭上去幫忙 去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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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就要注意 我們是不是 在這個 去幫忙的那群人在對 因為知識的缺乏 就 不對的事情 說一百遍就必經理 我們台灣人有三聲的人 沒有信任 獨裁統治者的宣傳廣告 所以 每一邊投票中間 就有三聲的基本盤 符合上面所說的 能夠不隨眾起舞的人 約有25%到33% 大部分的人都對 對群眾在走 所以 你現在注意 假期 假期 民進黨的投票 得到的率 有33% 差不多到33% 這些人 就是 比較有自覺的人 才有辦法 所以這個授權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眷村 那裡 還有一個眷村 眷村裡面 他們投票 絕對是 國民黨的 為什麼 沒有33%的人 可以獨立自私 他們如果住在眷村裡面 沒辦法 他就沒辦法 一個團體 團體有壓力 還有黨部的 管理 眷村的住戶 與多數人相同 放棄自己自由意識 所以每一邊 跟選舉中間 票箱裡面表達 應該有三分之一的人 有自己的意識給表達 但是沒有 所以眷村成為某一些人 玩政治的進服 又知道說 在眷村裡面的人 他們實在是 很可能 他自己沒有 自己獨立的思想 去做人的 這個尾巴 在那裡 搖氣吶喊 但是 不要絕望 有些人 搬離眷村 就是 我就不要跟你們家 同流合乎 不要這樣 成立外讀會 外讀會 以前比較老烈 現在比較沒聽到 外讀會 外讀會 吃些外讀會 那參加外讀會的人 就是這些眷村的人 去參加外讀會 就是代表 一 脫去了奴隸的外衣 不然他還會做老烈 因為 二十一世紀的老烈 不是說 你眷屋電腦要 給你 落映 落映 落映就是說 拿這條鐵 電腦下ABC 紅紅的時候 為你的暗君子給你 刺下去 暗君子就有 那個 A采 你就熟悉人 那個 那是以前的 做法 現在的做法 就是說 如果這樣做 就是對牛 牛 放到外面 腳召 哪會知道 這隻牛是你的 就是都有這個落映 可以離開眷村 我們出去外面的人 這些人 就是脫去了奴隸的外衣 不是 像台灣人要做老烈 這是人性 現在出現一個 叫做 心盲人 心的 眼睛不看的人 這些人 他接受擺佈 的從重行為 人群 這些人 你自己說 心盲人 無天 心盲人 心盲人 見到的行為 為主人 搖旗吶喊 又稱為 附庸奴 對野竹子 在那邊搖旗吶喊 我們叫做附庸奴 附庸奴 但是有很多人進派 所以我們叫做匈奴 這匈奴跟那個 中國歷代 北方的匈奴 他們是陰一樣 他們是不一樣 匈奴 現在匈奴 常常說是黑道 最近也有一堆黑道 都會出來 不過也不排除 受人愚弄成為匈奴 這些匈奴 有時候也是去 給人 塞農 他去做匈奴 羅勒本作什麼樣的羅勒 奴隸 本作兩種 一種就是 受到外力壓迫下的奴隸 一種就是內心奴化 兩種 頭一種 外奴 在外力強迫下 不幸成為奴隸 被稱為 外奴 什麼人 因為你要吃三餐 你沒錢 沒辦法去做人的邦庸 做人的邦庸 你是做人的羅勒 但是這是因為 你生活沒辦法去改善 所以這個叫做外奴 但是這些外奴裡面 還有 還有兩種 一種就是 不願接受奴隸的地位的人 一種是 願意接受奴隸地位的人 兩種 是為他來心 他不甘心為奴 他會找機會 製造機會 把自己變成自由 自由人 接受奴隸 奴隸地位的人 不是說 他薪水就是 接受奴隸 他在眾多奴化教育下 眾多奴化教育下 所產生的奴隸 這群奴隸 安於命運的安排 這些羅勒 跟我說 我這生還是這樣 我這是命注定的 安於命運的安排 所以 記住 我們不要說命注定的 我們要 更積極的做法 來改變這個現狀 你做羅勒的現狀 要把它改變 一切奴隸主的意象為意象 這個奴隸主 他奴隸甚至傷害到自己的族人 也視若無睹 只求自己能被奴隸主關愛 這種期待主人關愛的外奴 歸類在 燦媚奴隸之中 有很禮貌 這個 做羅勒 不太近 還在黑羅因 羅勒主 我們在台灣的政界 有什麼人 符合這種問題 民進黨 民進黨 民進黨是 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馬英九、唐天學者 馬 馬英九、吳敦義 這些都 這些都入目三分 你這樣看得出來 所以吳敦義做這些行為 黑羅羅勒主 因為羅勒主 還會給他一些頂頭堂吃 所以 對 都這樣看 阿哥 知道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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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說 這樣 這樣說 這樣 這樣說 很有意思 因為 怎樣 你自己做羅勒 還不知道 這是很疲愛 我們現在去看人 台面上的人 那我是羅勒的行為 你看得出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自己就不會去上當 宋楚瑜 宋楚瑜 比較沒那麼強烈 他自己要做王 酸酥 還有一個內奴 什麼叫內奴 生性奴隸的人 他為內心的要求 自己 抑制自己 比對一個好路的 對這群的人 我們叫做生性奴隸的人 黃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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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性奴隸的人 只有一些 有些 有些一樣 有些 這個味道在的 生性奴隸的人 沒有意願改變自己奴隸的身分 而且會出民來 為奴隸主的行為 做辯護 黃金銘 要求求生性奴隸 要求求負 要求生性奴隸 但是要求生性奴隸 要求生性奴隸 還要求生性奴隸 由於命運來安排 不改變自己的地位 會思考 等待來生 比如說我後一世人 鑽一劑 因為什麼叫鑽一劑 印度的羅蕾分作四劑 婆羅門 沙迪利 守佛羅 費舍 你做第四劑就是羅蕾那劑 那劑減靈靠的百分之九十九 剩零點零一的人 那是白人在那裡統治 而且這個統治是三千多年前 就開始統治印度人 我現在說回來 印度你到底是世界的事情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獨立 這些都羅蕾成的 這個有一個秘訣在裡面 這個喔 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前 英國人欠兵 為印度釣兩百萬人的年輕人 去當炮灰 然後去黑酒戰場 飛酒戰場 去那裡弄 都變成了一年 都三四年 回到第二次世界大前 誰上舟回來 他無謂的奔ico 勝利的快樂 最後去送回印度 但是這些人 去看外面的世界 人的自由 怎麼就是自己今天在做羅蕾 所以这两百万人是推动印度独立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有两百万人都刺起来 当然甘地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不过没人说两百万人的印度人 因为去海外去做钱 变得对的 新的地色 自己没关系做罗列 如果安于命运的安排 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思考 来生还剪一剂 这个内奴是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奴隶 大多归此类 印度罗列代表归这个范围 来生已经做罗列了 心中为某一个人和某一个团队的罗列 为佛全罗列主的权益 以付出生命代价也不惜 这些奴隶就是奴化极深的人 以身性奴隶人称之 现在罗列作久了 他冠以犧牲死命 为罗列主来犀牲 我举一个 这个 怕太平天国一个真国藩 真国藩 在万千的记录 是能够称作英雄 但是在那里面看 这些是生性奴隶人 以奴隶主的意思为意识 要来压批到跟你同样的汉林 有什么意见吗 你跟那个 曾国藩那样出名的人 但是在我们这个分析里面 他其实是生性奴隶人 这些 回去好好时刻 那是一个 我们说的民族营养 比起来吃 比起来烤蕾 但是它有烤蕾的味道在里面 来心已经奴隶的路里 在心中 愿意为一个人 或是一个团队的路里 维护奴隶主的权益 付出生命代价 在所不惜 所以你在那边电视电脑经常看得到 人数众多维护奴隶主的权益为本质 这种人 叫做惨媚奴隶人 历代都有 这就是说台干 还是汉干 就是惨媚奴隶人 什么叫做台干 什么叫做汉干 就是没有把你自己的民族 做标准 来维护你自己的民族 你是维护罗蕾族的利益 这不是台干 不是汉干 是谁人 所以我们现在在区别 我们现在蜜区看得看 唯独罗蕾族 犀生死命也在所不惜 这人 我们就叫做深性奴隶人 这样就没办法了 目前台湾有一群人 他有高学历 博士 但是这些言论写作到时刻上 黑楼阁器通在这里 全都这种人都可以归类在 县奴的向下 台湾有一群人有好地食 也发表言论 在这个黑楼队煮 这个要去哪里看 我们电视里面都有时事评论的节目 这样就能够别 这些人是博蕾 在这个黑楼队煮的好 这些人不是 你自己要去判断 我们做一个台湾人 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我们的判断力就是说 我没有做博蕾 到底这些人是博蕾 他说这个话说对了不对 对了 为了博蕾主来习生死命在所不息 这种人要怎么处理 你要先认识说有这种人在这个社会中间 他又是有学问的人 有影响力 注意 还有这句博蕾 现在在台湾 博的面词好像看不到 但是奴隶制度大行其道 它转化成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奴才 奴才有两种 一种是受雇奴才 让人账的博蕾 一种是自愿奴才 自己这样 就关于去做人的博蕾就对了 受雇奴才就是因为工作压力 受人雇佣 提人金钱 提人消灾 这是受雇奴才 就是说你 我请你来做这个 做博蕾的事情 就是我有代价给你 这就是受雇奴才 一种自愿奴才 自然的 未来心出发 万一做博蕾 是奴化极深的人 这个受雇奴形成是因为儒家的中军 无中国的传统 儒家思想 深植在台湾人的民心里面 但是对不对 在我研究历史的时候 这个 欧洲 他们在500年前 1517年 马丁路德说 告宏的95条罪状 说告宏的罪状 那差不多要拿去台了 但是日耳曼 各族的保护 以后转 没有拿去台 那欧洲人 经过这个情形以后转 说 地球是贏的 地球是贏的 你到九位不能够 你把上帝放在哪 这个上帝都没有 那么大 所以欧洲社会 经过这个 1517年这个东西 以后就是 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 他实际上有突破 哥伦布他们这帮人 走到台湾来 把台湾 那些葡萄牙人 叫台湾叫做Fromosa 这个名 全叫Fromosa 没人给你变 但是 汉林来台湾 你给我一个名 我给我一个名 你叫做贼 我叫做贵人 这样 对还是不对 都对 阿拉伯都不对 因为 他没有精度维度的关联 这就是 汉林 原地他父没进步 那汉林来没进步 就是 我们有一种 在中国有一种制度 叫做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 就是什么 就是 你爱的 塗 一分支 一分支 叫做四十五金 你四十五金 你如果讨厚 你去科区 你可以修宅 和歌连 和禁述 和禁述 一生荣华富贵 所有的汉林 都在这些 没人想到 地球是贵人变 没有 所以 你全力让人进步 会欧洲社会 给你赶上 和禁述 在拿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两个 和禁述 可以打败 在中国 五十名 五十名 中国兵 两个 对付五十名 一比二十五 那这个 是 严重 和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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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和禁述 在 一六 六一年 时 以前 是 和禁述 两万五千人 和禁述 来打在台南 全部一千名的 和禁述 和禁述 也打到九个月 十个月 所以 你知道 人的 变得进步 所以 这个就是 跟儒教 有关联 你只要四十五千 许四十五千 许四十五千 遗害 东方世界很深 他刚才有说 这个受雇奴才 现在自印奴才 这是由来心出发 知我们 要做罗宅 就是 奴化吉身的人 这种人的 罗礼俗上行刑是因为 儒家的 忠勋 无中国的传统 加上 六十八年的 奴化掌国教育所致 所以 在这些奴化教育下 你要如何 各親 咱民政府 就是各親的所致 专制是对人民各人的自由 剥夺 在人权的压迫 自由民主是 中原本生性奴隶人 或是 燦魅奴隶人 都看成自由人 因为我们现在 民主法后 倒票 大家都想一票 所以一人一票的时候 你无关 你是 本来就是 落雷的人 或是 生性奴隶人 或是 惨媚奴隶人 都看成自由人 你 可以去投票 幽行母行中 将个人的 自由 尊严 人权 政治 社会权利 都取到人民的手中 台湾 威权专制时代 进入民主时代 但是 步履 满山 原本 依附在权力 树上的奴才 應該 速倒 侯孙散 本来 我們有一句話 速倒 侯孙散 鞋子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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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這群人 還凝聚在一起 並期待 復辟的機會 來到 但是 我們民主制度 可貴就是 沒有剥弱這些奴才的自主和 自主權和 人格尊嚴 所以 因此 奴才可以 正正事事 大大方方 做一個有自主 主權的人 做一個 人格受人尊重的人 於是奴才這層皮就消失了 於是奴才這層皮就消失了 你 因為我們有實行民主化 所以 有在民主化下面 你很簡單 可以做一個 自我的人 不要去做羅勒 羅勒的地質分子 我們在說 台灣領事 我們跟這個 有關 因為 你要認識 環境 你環境來認識 一切的事情 就做得比較簡單 這個 地質分子 是領導群眾的一群人 但是 他接受孔悶教育 加上獨裁者奴化教育 所產生的知識分子 自己無法自覺 脫離 脫離陷阱的人 這群知識分子 成了 維護 奴隸主的工具 這群奴隸性格的知識分子 歸類在 慚媚奴隸人 你自己有地質 但是 你無法 無法自覺脫離陷阱的人 這些人 這些人 就是 織奴隸 地質分子的奴隸 不是說 地質分子 他就不是瀏賴 地質分子的瀏賴 危害更大 如果 如果剛才說一個不賠優 要叫他去倒票 要叫他倒當 他就倒當 倒塞 他就倒塞 他這個危害 他一票而已 那是地質分子 讓他又吹 又滑滑 讓他影響 就不是這個 我們常常看得到 有人站出來 說服從最高領導者 這就是 服從最高領導者 這就是 裸的言詞 開口閉口 就是 國務孫中山 講公 這就是標準的 奴隸知識分子 我們做一個人 有地質 但是不可以做奴隸的知識分子 歷代 獨裁統治者 這個政官之後 都有一軍 奴隸的知識分子 來激起 如果有人 翻控獨裁權 的時候 奴隸知識分子 拼死維護 有很嚴重嗎 好 我們再看 歷代獨裁統治者 得到政權 就有一群 奴隸的知識分子 大力支持 當有人反抗 獨裁政權時 奴隸的知識分子 往往拼死維護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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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是一種人 許信良 好的年代 都有 現在也有 我常常說的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地性分子 不是學生 高 他就不會正路 對 對 不作靈體 以後 反義小同學 才對老闆 為什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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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對 對 在八點四的時候看到政論節目 你知道誰是露雷 你說這是露宅 奴隸 你就變得出來 跟人說的時候 那個叫張奴才 那個叫王奴才 你說你如果叫他奴才 不然就叫張奴隸的王奴隸 你把這筆聽到的來講 不是說沒有討主的人就比較壞 討主的人就比較好 但是這是內心的問題 這些地績粉絲 經常說他們是奴才 我們現在看滿清的宮廷 大家都說奴才 有才還是無才 都稱為奴才 本來奴才就是有地績的 有才幹的奴隸 現在就是說有才無才都是奴才 地績粉絲的 和奴隸 分幾 分幾 兩種 一種甲級之奴 對農雷主的權利 甲級之奴 主動拼命維護 運用他的地績來運動群眾 領導群眾 跟著自己的步伐 向奴隸主效忠 甲籍之奴絞益獲得主持的欣賞 並給予利益和權利 所以甲籍之奴對此稱為之欲之恩 就是說你做一個羅蕾 在你拍馬屁 在你對你的羅蕾主 羅蕾主也對你不錯 給你相當的利益和權利 給你權利的時候 你說這個叫之欲之恩 我們有一個禮就是吳伯雄的禮 吳伯雄他們 他們阿伯 去用台師的禮在南江教堂 世宗都去用北北 世宗北北的電影也沒有聲音 LV給他掛在嘴裡 這種情形吳伯雄 他的表現就是說 他是這種的羅蕾 以及的之奴 是比東維護 是比東維護 這個義籍的之奴 經常為甲籍之奴的工作搖旗吶喊 對主人比較有距離 所以成為甲籍之奴指揮的對象 羅蕾也是有等級的 有些人會指揮另外一些羅蕾 羅蕾 羅蕾我們再次分一劑 一劑、二劑、三劑 第一劑的羅蕾是 羅蕾中的羅蕾 至於你們為自己是羅蕾 香港各國的身體做羅蕾 我覺得很公平 為羅蕾主賣命 羅蕾主的意識、意志 它的標準有它的標準 經常發出 羅蕾的聲音 但是有孫海主人的管理的時候 一級奴隸 都會起來反抗 所以這叫做印奴 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屬於印奴 若得到小會出賣主中都可以 歸類在這個印奴 第一劑的羅蕾 一級的羅蕾是羅蕾中的羅蕾 他以內心來自的 他心想做羅蕾 羅蕾主的利益當作主要的利益 所以這種人叫做一奴 還有二奴 因為接受教育 配上倫理、宗教、使給他去 不知不覺中淪為別人的奴隸 成為別人的工具 別人的奴隸 對這種身份本身沒有法國 當然也不會更改 相信有輪迴 只等下輩子會改變 只等下輩子會改變 這種人歸類在二奴 羅蕾 第一奴就是來心就要做羅蕾 二奴就是因為他夠優 受到夠優 還有宗教、倫理的俗上 自己拔起來 相信有輪迴 相信有輪迴 這個 我們不變自憑對還是不對 但是 通知者經常用這個輪迴這種東西 來給八時聽話 並且一種統治工具 我們 獨裁者 通知的時期 受害者跟他的家俗 但是到今天 民主社時代來的時候 投票的時候 不會投給任何屠殺台灣人的政黨 跟他所推薦的候選人 但是 就有一群人投票給這種加害者 這是二奴的具體表現 應該是我們受害者 日日拜的受害者 還是什麼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你怎麼還繼續投票給你加害的人 任何一張票 你要注意 應該不少事情才對 但是 在台灣 比較適合發生這種事情 這就是 我們要去注意 也可以說 這是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症 這什麼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在1973年的時候 那個水電的修都 瑞典是那個 北歐四國之一 的修都叫做斯德哥爾摩 有一個群人抽案 群人抽案 結果 在美國 警察的包圍 兩個對勢 五六天 五六天之後 警察這邊贏 但是 開到歡迎的時候 居然有一個女兒 這個受害者 出來維護 加害者 說他吃好 這個共同吃好 這些事情 在後續世界 引起軒然大波 你是受害者 說那個 加害者多好多多好 我改定分 這無法解釋 所以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症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症 就是 沒辦法解釋 你怎麼會去 把你加害的人 加害的人 來支持他 但是 不只發生一件 在後續 在美國雁人也是一樣 赫斯特報紙的 千金小姐 告白書 併罪共同 拿機關槍去唱運行 本來是 大小姐 殷奴跟二奴的區別 殷奴是朱董 二奴是被董 第三個是羅勒 了解自己的身分是羅勒 因為生活 不得不屈服在羅勒群中 如果有機會 就要更改奴隸的身分 會是 更改自己的身分的羅勒 是推動 改革的重要分子 這就是欠援家 這位 隔去 射刷紅 射刷紅是誰 射刷紅 有的人知道是射刷紅嗎 不是王學鴻 王學鴻是HTC的黨子長 射刷紅是在 射刷紅也不是間諜 射刷紅是HTC的 他叫射刷紅去上海 射刷紅這次 射刷紅 自所長的朝天 射刷紅 出來 射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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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紅 所以他去逛一逛 小叉红买去莫斯科受训 回来台湾生立台湾共生党 这是这样 小叉红 这对书籍 他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领导一个叫二七部队 三百人 在这个 博力艾兰那个所在 跟郭敏党的军队三万人 小叉 当然你三百人要怎么跟三万人小叉 要去走到中国 走到共产党的那边 我们在说这些都在说 历史的术室 小叉红北公家 意识到自己落泪的地位 而于是斗争是革命家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泪的地位 过着默默无言 昏昏恶恶恶生活是 十足的落泪 还有一些人 钉钉乐道 黑洞这个奴隶生活 对主人感激不尽 这是落泪 是无耻之徒 因为他知道这人 意识到自己是落泪的地位 而 起来 这叫做革命家 在座各位 我相信都是革命家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落泪的地位 那 再来 黑洞落泪主 对落泪主感激不尽 这是无耻之徒 这就是沙山峰 沙山峰是中华人 中华人 啊 虽然 虽然无钱 他们不死去跟他们拆着背 而他们父母死去跟他们拆 他有受到国民教友 在台湾 大家都会去拓箱 拓箱拓完 然後做童養室 要去湯匠派人去東京 賺那個機會就跑去上海 上海在走過路 上海有一間叫做四川大學 那是共產黨的大學 專門搖槍去讀四川大學 他沒有幾個 這種認知要送去莫斯科 去東方勞動者大學 他這個蘇聯文怎麼不辦 要怎麼去蘇聯大學 讓蘇聯人做一個訪問 就是說學校的教官 這班是日本人的班 叫一個翻譯可以說日本話的 那班是中國人的 就是翻譯可以說漢文的 還有全世界還有其他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藥案 因為莫斯科都有安排 所以共產世界為什麼 我們在地地的時間 全世界十幾個國家都變成共產黨的國家 十一天中國也變成共產黨的國家 但是裡面的過程比較複雜 稍後有時間再來說 奴隆的通信 奴隆的性格是什麼性格 公順 很聽聽主人的聲音 但是他們如果講台館的時候 講台館的時候 又把那個管理放下 頭前奴隆組的人員掌權辦事 這有一個案例就是 我們最命做總統之後 他採用很多 很多國民黨的人 這就是有奴隆的位置在裡面 但是他可能在玩政治技巧 但是如果是這個行作業 我們只要把它分析 它是裸雷 對自己的補償異常嚴厲 自己的管理人很難 這就是他要不脫離裸雷書上 這個現代裸雷 因為被批判歸雷在奴隆時 會有反撲的現象 並且大力反駁 但是他反駁 他說我不是裸雷 就向國國國的性靈 威靈來押 你這個時候就說 你這個叫做一裸 拿那個國國的這個 這裸雷的事情 來壓迫 這一級奴隆 這裸雷通信 就是公順 採用 採用這個 過去奴隆組 這裸雷的事情 對自己的補償很難 對自己的補償很難 現在我們也是要說到 古今生的合余 跟開羅宣言 這裸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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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羅宣言 每英中三國領袖在開羅會談 當時沒有簽字 所以 叫做宣言 不叫做協定 很明顯 宣言是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彼此沒有交集 還有波斯坦宣言 亦復如此 所以開羅宣言 跟波斯坦宣言 實在是 說起來 是對 台灣 無意義的兩個宣言 那合約 到歸屬 到力量 古今生的合余 是這個 一九五年年到的出賣 四十八國 遷屬 一九五年年 四個禮拜生效 所以 古今生的合余 是有效率的 超越過開羅宣言 跟波斯坦宣言 甚多 台灣的貴宿 在古今生的合余 是有明確的 算名 庶名 就是日本放棄台灣平和主管 雖然沒有 說 哪一國的人來接 還是由台灣人主題 但明顯地顯示 台灣依然是由主要戰勝國的美國管轄之下 你也要知道 我現在 這支是一個 李空空六年印柴之 那時候 我們的這個 人比書長 他的理論要不夠吃 我等於李空空六年就說 我們 就是這個 不是路雷 那時候 那時候 一定看 就看這個 這是 開羅宣言 這是 宋米林 這個 丘吉爾 這個 羅斯福 這個 鑽戒 日本在1937年 終於發生戰場侵略中國 叫做中日戰爭 跟第二次世界大陣無關聯 到1940年 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 偷襲 發生了太平洋戰爭 所以 美國在12月8號 對日本宣戰 這個 偷襲那天 是12月7號 但是 但是 如果在 阿秋 日本是說12月8號 美國 有時差 又 經過一個 國際 國際 換日線 美國 轉至 日本 建前 美國 選前後 中國 才對 宣戰 所以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國 介入戰爭 就是在 太平洋戰爭 偷襲珍珠港 抓後 才有戰爭 太平洋戰爭 美國出兵出 打敗日本 中國 自身難保下來 的情況下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日本突然宣布投降 於是 中國就站在美國這一邊 成為打敗仗的戰勝國 中國是誰的國家 就是打敗仗的戰勝國 沒人在這樣說 我第一次發表 中國 就是打敗仗的戰勝國 那些人說 你說的 美國真正 中國 當時 戰爭 日本 都 給他們 你看 那個重慶 是打敗仗 但是 他戰勝國 所以 打敗仗的戰勝國 美國 麥克爾塞 命令蔣介石告台灣 代替美軍 接受日軍投降 即 接受日軍裝備 打敗仗的戰勝國 他的名字叫 赤藥戰勝國 這是 這名 給他美化一點 請注意 中介衆的政府 在重慶內陸 沿海各種 都去日本 在中國戰區 好像挨打的份 沒有戰勝日本 所以 中國 在太平洋戰勝 軍本沒有出過 一兵一卒 所以 因為 對著美國 所以 說這個 勉強稱為 赤藥戰勝國 8月10號 15 日本無條件投降 但是 尤其中 要花兩國的時間 才有辦法 將他的部隊 送來台灣 這部份 來台灣 也是 要美國的準 來運 來台灣 用過勝利者的姿態 對台灣人 稱 同胞 其實 是 亦族相待 這就是 台灣 族群分裂的 開始 這是 中介衆的部分 這部隊 今天 看過哪邊 但是 有辦法改選 這英國國旗 這個 中華民國 這個美國 這個 什麼 所謂 所以 日本 是向 盟國投降 不是對 中國 投降 但是 打敗 日本 打敗 作為打敗 被人家打敗 台灣 同時是 日本的國土的一部份 所以 十個日後 應該對台灣 不可以叫做共和 一百九五年 你完全建物 王國合法 的土地讓給日本天皇 中華民國 根本就沒有 擁有台灣的主權 既然沒有 擁有台灣的主權 你要怎麼叫共和 不能叫共和 不對 所以十個日後 不能叫共和 有人說 該做軍事佔領日 兩日後 各大都市 怎樣要參選 兩日後大都市 就是一個 低等的民族 要來管理高等的民族 产生的问题很多 我们台湾人的失智率 百日的70% 中国百日的几% 三% 叫三%的人来 百日70% 要怎么办 所以 这很困难 失智率极低 单单经过一年 一年三个月 一旧四十 二家二月 就发生 勃发 二二百丐命 完全政府 真厚 过去 但是 也过三年之后 都有局部的地区起义 为何国民党的部队 经过这么短的时间 台北人 起来抗暴 接入新的台中 我都跟他 国用过来马上跟进 大家都聚起来抗暴 这句话 中国人与狗 不得入内 这是在最海的 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 中国人与狗 中国人与狗 地区 出现 这个人与狗 中国人与狗 他们与狗 大小便 这个人与狗 这个人与狗 这些人与狗 中国人与狗 这些人与狗 現在就從中國派來二十一輸來台台灣人 口口聲聲說這些同胞 那時候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說出 寧可狂殺九十九個 只要一個真正的就可以了 台詞九十九個 沒關係 如果有一個經驗就這樣可以了 三個吹到 你的意思是寶貝到過人 所有群眾開槍 這是很不同 對群眾開槍 人群眾開槍 造成嚴重的傷亡 這幫樓電腦有這個網址 這是 這是 立立法慘案 計時影片 這網站可以找到228.s-a-y-y-a.or-g 中國兵在台灣用什麼槍子 這種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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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達姆彈 達姆彈是什麼作用 那普通 我們叫做 一個人的臨體 穿住 從頭前從後面走出來 這就是穿 達姆彈不一樣 達姆彈是穿打下去 在你身體裡面 複雜 在你身體裡面 把你拖一拖一拖 來種出來 這叫達姆彈 因為這是產生的 生產地 就是在英國管理的印度 一個所在叫達姆彈 這在聯絡國 是禁止修容的一種槍子 但是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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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對付台灣人 這是在對付 懂同胞嗎 所以 請疑問 先打到頭上 然後在裡面爆炸 出來 這讓大家瞭解 這個禮禮拜的情形 我們現在的人看不到 但是你看到這朵片 跟你知道 有一個… 期限月 在日豬禮拜的時候 他在台北 閻邊台北 就驟 延平大學 我們現在知道 一個延平中學 但是那個時候 台湾人自己 可以開大學 叫做延平大學 中国来一来之后 专严平大学专博了 并对严平中学 中国兵把台湾人无缘无故 集体枪杀 通常在枪杀前 把台湾人口袋掏空 再将手表拔下 西装长裤脱下 鞋子也不放过 然后枪杀 所得义务进入 落后中国兵的施展 也有发生砍人头的事件 中国兵看得不顺眼 每个人被替耍 撑过手掌 九个人一串 他也不可以 枪杨戏戏 从中国兵的施展 被人手掌 就有这个蜜蜜 把他拔掉 九个人一串 待会怎么做呢 就等着海下去 所以这些人在院士 但是院士的重点 有一个人 奇迹式的复活 滑起来 因为他最后有一个 所以可以脱离 这个 这个 蜜蜜的捆绑 捆绑 这是他的手 但是 都会去穿鞋蜜蜜 我现在看不到 但是 没关系 林木济 遭铁丝穿越的双手 这是张岩县设 张岩县是做给国事馆的馆长 在阿兵的时代 这个人 就是已经让等于 整个人的海 还要走出来 所以他说 他这个人 有手 有穿过铁丝 好 今天一讲一讲 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一讲一讲 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一讲一讲 心理会比较多 嗯 不然我们到这里结束 谢谢 各位好玩 请起立 起立 哈克有休息十分钟 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组